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次這個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最新的神秘之島的這個活動 今天更新完之後呢大家點開這個副本 這邊裡面就會有一個神秘之島這個新的選項 那每天可以進來的時間是兩個小時 60級以上就可以進來 然後它的這個島上會掉落的東西就是只有這兩樣 第一個是神秘的製作秘籍 第二個是神秘的這個魔法粉末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已經是神秘之島了 可以看一下在這個地方上來之後 它是屬於安全的區域 就是你不會受到其他玩家的攻擊 那死掉的話也不會掉經驗值 那這個地方的怪物我簡單解釋一下 大概就是海鷹周圍的怪物居多啦 比如說龍龜啊這個蟹人啊 這兩個是海鷹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邊有鼠人 鼠人這個是奇岩附近的 鼠人跟這個哈維 然後還有鱷魚 這個也是海鷹的 大概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幾種 然後它的強度 哈維的話是另外 因為哈維在這邊的話是改入的 那鼠人啊龍龜啊還有這些其他怪物 基本上都是被改的比較硬一點 那基本上它打人的這個傷害不會太高 這個當然也是要看等級 73級 以我現在73級來說 它打人的這個命中率也不高 那等級越低的話 那會相對來說會比較吃虧一點啦 不過這個沒關係 因為在這邊打怪算是 還蠻容易的 然後 你在這邊打怪啊 就會掉落後 那我們有講到 這個粉末 好像我現在已經打了17個 我打了半小時 最近半小時打了17個 速度算慢 速度算慢 因為妖精 我沒有很認真的在打 大部分都是掛著 就讓它自動打 所以沒有放這個三重石 好那打到這個粉末的機率啊 其實不高 你可能打個四五隻粉末才掉一個 不一定 這個都是參考 給大家參考 然後這裡的怪物啊 全部都是被動 它沒有任何一隻怪物是主動的 所以你也不用怕 它怪物跑不來圍毆你什麼的 然後這些怪物全部都不會 都是普攻 沒有任何這個無法攻擊 所以 你用一般的裝備來打就可以了 不過要記得的是 因為這邊有龍龜 所以如果是近戰玩家的話 比如說騎士 王族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攜帶的武器 比如說可能帶個黑焰子劍啊 或者是大馬過來這邊打會比較好 避免這個武器損壞啊 如果有奧導的話 當然是奧導來戳會更好 那這邊的怪物的經驗值其實還蠻多的 那相對來說是因為它比較痛一點 不是不是比較痛 就是它的這個 能力啊 就是它比較強啊 你比較難打死它 所以獲得經驗會比在海陰看到的還要多 比亞帝大陸看到的還要多 但是這個地方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很好的練功場地 它這邊就適合讓你來接接任務啊 當然你要把它當成練功場地也是OK啦 因為這個地方它畢竟是安全區域喔 然後怪物的話 你打得快的話經驗值也多 那缺點是它不會掉錢 缺點是它不會掉錢 它只有經驗而已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充等的場地 那這邊的怪物密度非常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從剛剛打到現在都沒有miss 都沒有這個沒有怪的狀況 那這個地方即使怪物被你打完了 你可以隨時順移 譬如說我現在順移 順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它怪物又很多了 就隨便你打 怪物打不完 那在這個地方以妖精來說 像我剛才這樣測試下來 我覺得用 呃...四神啊 像我現在帶的是四神 我覺得用四神打怪的速度 比... 呃... 用...用這個... 通常我們會用... 呃...在海運附近我們會用這個... 沙哈嘛 我覺得用四神的速度比沙哈還要快 這個是感覺 我的是... 加6的這個... 風屬性3的沙哈 然後這個是... 加8... 火屬性2的... 四神 這個...給大家參考 那這個武器我覺得... 我覺得還好啦 武器還好 這個... 靠感覺喔 我沒有實際去計算 因為... 呃... 每天只有兩小時啊 任務解一解我 就想說要下去 沒有...沒有打算 要把它當成是一個戀功的產品 然後啊... 在這個... 這裡面打到這個... 粉末 這個粉末 我們... 我們現在可以... 呃...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新的任務 就是你在... 神秘之島上面打三百隻怪 就可以拿到經驗值 以及... 體驗製作 經驗值 以及體驗製作 什麼是體驗製作 沒有... 反正就是這樣 你可以拿到這個經驗值 然後... 在韓版 因為我現在還沒過 我們先把它... 待會先把它打完 因為在韓版的話 它這邊是可以... 你到時候兌換的時候 是可以選擇... 是可以選擇這個... 要... 要不要用那個... 籃... 呃... 龍鑽 它可以用龍鑽去兌換 去換到更多的這個帕數 那...那時候的話是... 大概是三倍 用十顆龍鑽 換到三倍的經驗值 但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因為你看喔 像現在這樣子 呃... 像我們現在... 這邊齁 它可以換到0.21%的經驗 那現在是73值 0.21%大概... 將近一小時... 呃... 四五十分鐘的速度 就可以打0.21% 但也有更快的 平均下來大概... 一小時後 我打0.3%的這個經驗值 所以它這個大概是一小時的速度 那如果說我想要快一點的話呢 我就可以用龍鑽 直接去換... 經驗值 花不花算 大家自己喝一點 以這個活動來講 我覺得還好 那後續... 還會有一些活動 那個是... 其實後來的... 後續的活動都會用類似的這個方式 就你可以用龍鑽去換到 更多的這個... 任務的經驗 好 那我們現在先... 來這個... 把它打完好了好不好 我們把它打完 我們打快一點 用這個... 用速度把它打完 好 你們可以順便看一下 它掉落... 這個... 粉末的速度 其實不高 而且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打到任何... 還沒有打到半張那個卷軸 還沒有打到半張卷軸 找到地方 我們趕快把這個任務把它戒掉 那也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活動到底在玩切手 怪物... 強度不高 怪物強度不高 所以說... 這個... 因為有些硬皮怪 有這個龍鑰是硬皮怪 所以妖精在打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那騎士的話 騎士的話 就是... 騎士或... 呃... 那個... 王主 攜帶的武器要注意一下 法師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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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 如果你拿的是會壞掉的刀的話 可以換成那個... 底杖 你可以換底杖在這邊喬 這個是OK的 對... 底杖我記得是不壞的 呃... 魔杖應該都是不壞的 魔杖是不壞的 沒錯 所以可以拿底杖的刀 來這裡敲 我們還有... 30隻啊 還有50隻 6... 呃... 40隻 那... 目前啊 我們再來聊一下 這個改版的狀況 目前 台版的... 進度啊 像我們... 呃... 開服的時候 台版的進度是慢韓版 大概... 呃... 六個月嘛 我們是慢六個月 那現在已經拉近了 像這個活動大概是... 三個月前推出的 呃... 也就是說... 台服的更新速度 有... 加快一點 那有一些系統 有一些系統 像那個... 呃... 聯盟系統啊 聯盟系統 然後... 跟一些道具啊 其實也都有... 都有提前來更新 這一次推出的新... 製作道具就是... 就是說... 惡夢長空啊 啊... 等等的 那些... 英雄的武器其實是... 跟韓版一樣 都是在這個時期 神秘島活動推出的時候 一起推出的 然後... 珠子 就是... 這一個 好... 你點... 藍布然後可以去製作東西 這個系統 也是在這個時候是 退出的 但是沒有錯 那如果照這個步調看起來的話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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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幾個禮拜 的更新 可能就是會 一些新活動 就是... 比如說 有什麼... 類似什麼... 櫻花島啊 喔...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島 上面都是櫻花島 呃... 台服之前有用過一次那個地圖 然後會用什麼隱藏之島啊 說話之島啊 說話之島海灘啊 喔... 等等的 這些地圖來作為一個活動 那活動模式就跟現在這個 小 在裡面打道具 然後跟NPC換道具 換一些消耗卡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模式 會持續幾個禮拜 所以... 所以在... 大家在玩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悶一點 因為現在8月嘛 那台服是... 12月... 12月上線 所以我們距離一週年還有一些時間 但是距離300日... 快了 距離300日的時間快了 那如果說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剩17隻喔 剩17隻 所以想要快轉的話呢 也可以... 你可以直接快轉這個影片 往後轉一點 中間的話這邊我們就... 專心的打快好了 如果是妖精 其實... 60級技能我覺得會有點... 比較硬喔 除非武器很好 那這些怪獸基本上都可以打得到 60... 他60級... 設定基本60級 所以60級技能基本上都可以打到這些怪獸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奧塔的... 之前奧塔有降等級嘛 降怪獸強度嘛 現在改版完就改回去囉 活動結束就改回去囉 看一下 傲慢之塔 好沒有... 剩下一樓 不用傳送給23樓 23樓... 2到6樓 都是用捲走 我飛 好...最後一隻 好...OK...這個任務喔...我們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離開這裡好了 先離開這裡... 還有一些時間喔... 呃... 呃... 這個時間... 其實我覺得... 我是覺得可以打滿啦 因為他會掉粉末 所以...大家可以去打滿 呃...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這一個小時... 我們這一個小時... 不到啦... 不到一個小時 就是這些時間裡面打了28個粉末 呃... 我在韓版那邊的話大概是... 50... 我記得是50到70個啦... 兩小時的話大概打50到70個粉末 好... 那... 當時候... 我聽到... 了解到的是... 我的速度算... 比較滿 那... 攻擊的... 強度夠的話 其實可以打到... 破百個 破百個不是問題 好... 那... 我再看一下我身分機 一小時... 22分 所以我只用了... 40... 將近40分鐘的時間了 38分鐘啦 所以其實... 這樣子還... 欸...這樣子打起來算滿快的 38分鐘打了28個 還算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看到...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商人喔... 就... 剉兵商人... 不是這一個... 欸...粉末... 粉末他沒有製作... 他沒有製作... 粉末的話... 用什麼就是... 這邊... 有... OK... 沒有理解錯誤喔... 我們這28個 所以... 現在還沒有辦法玩... 玩這個遊戲喔... 他粉末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把這個... 料理... 活動箱啊... 珍珠... 然後... 小花卷走... 這個神秘之島的補充食... 如果你還有... 有興趣再... 上去去打這個粉末的話... 那這個粉末其實... 要跟這個... 神秘的製作秘籍... 一起用... 你才可以去製作一些... 一些... 道具... 然後... 我們根據... 韓版... 不是... 根據這個... 系統提供的這個... 設定啊... 它裡面... 隨機會出現... 它可能會... 如果你用這個... 跟粉末一起... 製作東西的話... 它... 最好的話... 可以製作到... 這個... 紅色的武器... 就是... 惡魔王系列的武器... 包括... 惡魔王雙刀... 就是... 黑妖的裝備... 那最普通的話... 就是... 會做... 會拿到那個... 神秘的珠子... 神秘的珠子... 可以拿來... 合成... 神秘的... 欸... 碎片啦... 剛剛講錯了... 是神秘珠子碎片... 那碎片的話... 我們來... 解釋一下... 碎片的話... 在這個地方... 在... 這裡... 神秘的珠子... 你剛剛... 如果是用那個... 神秘的... 秘籍書... 製作出來... 你有可能會拿到這個... 神秘的珠子... 碎片... 好... 那三個碎片就可以做一個珠子... 那這個珠子的用途呢... 就是跟... 這個藍布... 一起用了... 這樣子... 譬如說... 以前藍布沒有... 不能直接使用嘛... 那如果你有那個珠子的話... 你就點亮一下藍布... 然後... 把這個珠子... 現在沒有... 把它當第二個材料... 然後... 它就可以... 呃... 機率出現五樣... 呃... 白色... 綠色... 藍色... 紅色... 紫色的這個道具... 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花一萬天幣去... 刷新這個清單... 然後... 刷新之後呢... 你按... 製作... 花十萬塊天幣製作... 你就可以獲得其中一樣...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想像... 想像得到的是... 白色的... 或者是綠色的... 出現的機率是... 最高的... 那其他的就是... 看運氣的... 那這個運氣... 呃... 很難說... 很難說... 但是... 一定不是大家想的那麼容易... 好... 那這個的話... 就是... 先... 簡單的帶大家看... 這個... 隱藏... 神秘之島的這個活動... 那... 這段影片就介紹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 下段影片再見囉... 掰掰... 下段影片再見囉...